癌症是台湾十大死因 有名工程师三年前曾罹患过肝癌 近期又因不是到诊所挂号 没想到检查完 医师确定为肝癌复发 不仅相关数值升高外 肝肿瘤也长大 肠胃肝胆科继减重名医肖敦人 昨2023年8月10日在脸书分享近期有名45岁的男性工程师 他到门诊检测时 发现AFP甲型胎儿蛋白升高 跟三年前肝癌发生十亿模一样 进一步透过超音波一看 那颗本来疑似血管流的肝肿瘤 两个月内有2.5公分长至2.7公分 肖敦人对患者说长得速度有点快 快找肝脏外科医师协助 或许要再开一次刀 工程师助急地问需要换肝吗 他则说不要想太多 先回外科门诊仔细检查 肖敦人说 这是近期第三例两至三年内 肝癌开刀后复发 并且说明8月8日节气刚立秋 秋天精气盛 精气盛伤木 而肝鼠木提醒民众要小心肝 最后他也特别提醒 有BC肝 肝功能异常 而许久未抽血 未做超音波的朋友 音赶快回诊 不得轻呼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